上一段影片,玄學家楊天命師傅跟我們講解十二生肖財運 這次他就大爆九年運財攻略 好像去哪個方位投注站買綠合彩,買馬耳贏錢 幸運號碼,打麻雀方位,開工吉時 楊師傅一次告訴你 今年我們要看回風水,我們要看回八仔飛星 每年有個風水圖,因為九年的榴蓮風水佈局 有一個叫八百正財星的位置 其實是東南方 如果你想打麻雀,一坐就坐在你家的東南方 你背部就坐在東南方的位置,就坐在今年的財星的位置 那就旺財了 原來東南方的第二樣東西是屬木的 原來很多綠色的東西就是屬木的顏色 包括如果,師傅我坐不到,在東南方的廁所 或者東南方的廚房怎麼辦呢 如果想加強今年的風水威力 就是在東南方放一個水種植物 水種植物,水為財可以吹財用 如果是公司的話 其實就是在東南方可以養魚 或者整條水柱在這裏 或者整個水車在這裏 在這裏流動的話 亦都可以加強今年的公司財運 原來屬木的東西是可以旺藏的 屬金的東西都可以旺藏的 就是白色金銀色的東西 原來今年的數字是什麼呢 今年的數字是六和七的數 木的數字是四的數 落合彩好的話 就是買有四、六、七的意象字的組合 其實今年會旺藏多些 或者出這些數字的比例是多些 開工的吉時本身 可以初四的,星期一 初四開工是星期一 吉時開工的話 是早上9點至11點 這個是開工的吉時 是初四可以 但是那天是沖熟老鼠 第二個是初五也可以 初五是沖熟牛的 開工的吉時 都是早上9點至11點 都是好的 第三個其實可以去到初八 是星期五的 我們說最好的時間 也是早上9點至11點 在這個開工的 要應該要做些什麼儀式呢 第一,如果做老闆的話 就做個二投訴的 開工例事給員工 如果其實的話 可以自行幾千點 諸君風鼠 就給自己的 之後就開始擦台 擦一下自己的電台 擦一下電話 這些可以 在這裡正在一 droite 东南方今年是财星 哪个投资站是你的财星呢? 就是你现在住的单位 接着就看着你单位的东南方 在哪里找到东南方 因为你走着去东南方 向着东南方去到那些地方 那个位置就是你的财星位 所以应该是你这家屋的 东南面的投资站 你去那里投资的话 就容易得到今年的财运 公祝各位 现在娱乐的读者 在九年各个开心心 健健康康 新春吉安 最重要的是 好像今年我这本书的特色是什么 看到整个香港 感觉到香港非常之天狼气清 心情是特别好的